大家好 印度军方昨天成功试射了大地可携带核弹头的大地2弹道导弹 17号时候发射的 这个战术导弹 印度媒体相关报道 我会把这个视频放下方 自己先可以看看 印度这种试射战术核武器 这个印度媒体报道是专门认对中国 报道说印度国防部研究与发展组织在东海岸 叫昌迪普尔综合靶场ITR 试射这枚大地2导弹 在测试期间DRDO在印度奥迪沙海岸 设置的雷达光电跟踪系统和摇侧站 对这枚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了跟踪 根据DRDO指出 印度自主发展的大地2射程超过250公里 核弹战术核弹射程只有250公里 250公里还不如一些巡航导弹 能够携带重量介于500公斤到1吨的弹头 由液体燃料机动发射提供动力 液体燃料那就说它还不是固体 液体燃料它加注在发射 它时间有问题 所以一会儿我再慢慢讲 它这个导弹其实对中国威胁不大 那它可以装配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 那这种核子武器呢 现在说是战术核武器 体积不大 大地2就被定义为是一种战术核武器 它并不是那种当量几十万吨的那种大型的核武器 它是战术核武器 它主要特色就是射程短 由于只需要摧毁战区内的敌方武装 不对 还有补给 通常是射程不会超过3000公里 缩短整个武器的体积和重量 能够快速反应 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效应可剪裁 既能配载效应经过剪裁不同类型的小型轻弹 如杀伤有生力量 基本不毁坏建筑物或其他武器装备的中子弹 就是它这个大地2也可以装中子弹 摧毁坚固建筑物 军事装备 包括攻势 这个冲击波弹 还有干扰破坏武器 电子系统 还有电脑网络的叫电磁核震 电磁脉冲弹 那么这个摧毁导弹发射井 还有地下指挥中心的这个核钻地弹 还有核钻地弹 它这个大地2都可以搭载 它是一个多功能 这个是印度已经第六次发射导弹了 过去一个月印度连续发射六次导弹 9月7号发射的是自产的这个超音速 超音速 超音速 叫巡航导弹 9月30号发射叫增程版布拉莫斯 10月3号发射这个英勇的战略导弹 10月5号发射的是反潜导弹 那这个反潜导弹打击643公里外的敌军潜艇 可以 10月9号又成功发射了一枚叫鲁德拉姆 反辐射导弹 那我说说印度这个导弹对中国的影响 就大家知道印度这个导弹的 它这个核弹它没有小型化 印度导弹小型化 它现在还没有完成 核弹如果不能小型化 那核弹只能是一枚核弹 它装一枚弹 你刚才讲了 它这个弹量是500公斤到一吨的核弹头 500公斤到一吨 就没有小型化核弹 那这样的话 不能小型化核弹 它就没有多弹头 多弹头没有的话 它被拦截的效率就非常大 成功概率非常大 所以它这个威胁性不大 另外它的距离只有250公里 它是占区性的 对中国的纵身没有打击 没有打击效果 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是液体燃料 液体燃料加注时间很长 数小时 而且它不能离开什么 不能离开液体 加注液体 操罐 比如说我这个地区有操罐吧 我到这个地区来 我才能加入 那你只要找到这几个液体操罐加油站 你只要找到加油站 你就能找到这个车 因为它只能在这个加油站加 明白吧 所以你不需要找它 你只需要打仗之前找这几个加油站 找到加油站 你就能找到它 也就是摧毁了加油站 这个东西也就没有燃料发射了 因为它的这个生存效率很低 它不是固体的 那我说是印度的导弹 印度这个核武器 它有一个天生的弱点 就是它不能小型化 印度现在掌握导弹 这个弹头核弹头小型化基础 还是很弱的 它都是大的 特别是它这个弹量越大 那弹头个儿越大 重量越大 就印度之前有这个洲际弹导弹 比如说射程超过这个1万公里 但是你知不知道 它这个射程超过1万公里的 像这个烈火系列 烈火系列 它这种导弹还有大地系列 它要能打到1万公里 它只有一个弹头能打到 明白吧 如果加俩弹头 这个射程减半 只能打5000公里 再加一个 三个弹头和四个弹头 再加一倍 射程只有什么2500公里 就是它这个弹头越多 它射程越短 为什么 重量不能减轻 它这个弹头核弹头重量不能减轻 就是一个弹头 比如说是 像他刚才讲 好几吨 是吧 俩弹头呢 数倍 再加呢 那这个重量就会让这个燃料 消耗越来越多 它这个射程就短了 这是印度现在这个洲际弹导弹 它这个最大问题 但你知道 洲际弹导弹 一个弹头啊 你想突防啊 你想突防别的国家这种拦截啊 一个弹头几乎很难突防 你就之前中国那个吉林卫星 告诉你了吗 你导弹发射 我再快导弹 超音速导弹 我能不能跟着你 那你说这种导弹 慢慢慢慢往上 那不静止状态吗 上去吗 那吉林卫星发射了 那引导中国这个反导系统 哐就给打掉了 所以印度在这个对付中国这个弹道导弹方面啊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导弹 它这个弹头不能小型化 弹头越多 生存能力越强 但是距离越短 你说你只能打5000公里 或者只能打2500公里 四个弹头打2500公里 有什么效果吗 2500公里 那还不用飞机打呢 2500公里 轰炸机都比这个炸的远 所以印度表面上可以有 打到1万公里 打到8000公里 打到5000公里 但是它这个弹头 数量有件 就是它对中国的威胁不大 所以中国不把印度当成这个 像那种是吧 像俄罗斯啊美国那种真正有核威慑的 能把核弹头小型化的这种国家很少的 就印度也好巴基斯坦有核武器 但是这种是最原始的一代核武器 二代核武器 而中国和美国 俄罗斯已经发展到第六代核武器了 第六代核武器了 一个手提箱就可以核爆了 你明白了吗 就这种它是一个 怎么说 它不是一个时代的 所以咱中国不要把印度的核武器 想到好像对中国威胁太大 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它那个核潜艇那个导弹可能有点威胁 对吧 那2500公里我到你沿海 发射也能达到你腹地 这是有事威胁 但是你就能发一个弹头 是吧 一个弹头 所以这是威胁 但是你那潜艇一共就能发十几枚 最多了 印度也没有战略导弹核潜艇 它最多发个一枚两枚核弹 导弹就完事了 被拦截效率 那海上拦截它 潜艇拦截它也有也有办法 所以印度现在还不是核大国 不是核强国 也不是核大国 它只是拥有了核弹 而且在第一代核弹 第二代清弹 在这个基础 它没有小型化 你要记住 印度这个弹道弹弹 就刚才我讲了 打得越远的 只有一个弹头 弹头越多 打得越近 这是尴尬 而且是什么 而且不能使用固体燃料 有固体燃料 有 有 但是少数弹 这就是印度现在整个核实力的尴尬性 我觉得这次呢 就是宣传 宣传手段 250公里 它能威胁到哪 液体燃料 我觉得发射之前 它那个导弹真地 我把你加油站都打掉就完了 你加入的时候我就打掉你 这种对解放军的威胁 我觉得有限 就是我变得的 世界上 宣传手段